我炒一个鸡蛋两块钱 鸡蛋炒青椒两块钱 这青椒炒鸡蛋 这个是炒的什么 大家好 我们今天是在安非富阳的尹州区 早晨去吃一家非常接地气的富阳美食 一个很接地气的老房子 没有门头没有招牌 人还很多 看这个驾车有感觉 这个是帝国鲜膜对吧老板 说帝国鲜膜的 你这个驾车是不是以前推到乡下卖的 就在这放着的 至少有几十年了 看都已经包疆了 帝国鲜膜 富阳的特色 这是怎么卖的 是论金称的吗 两块钱一块 两块钱一块是吧 对 一块八块 等于我来一块 他这个放的是线材 正好多一块 给我 正好多一块就给我 哈哈 下车 我都可以 打了几个鸡蛋 两个 要几个打 哦对 之前吃过 想要鸡蛋多的话就在那一块打锅一个 只用外五的七块五 这一算吧 哈哈哈哈 好 加点油 这个是菜籽油还是豆油 我上锅 这要看多长时间能熟 五六分钟 一锅四个 豆油很香 等个五六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大爷是在这个间呢 不怎么 鸡蛋糕 鸡蛋糕 也叫鸡蛋糕 也叫鸡蛋糕 还可以炒菜是吧 炒菜 炒有几样菜呢 青椒炒肉丝 炒菜 炒小豆腐 最便宜的是多少钱 炒股票 品类还挺多 对 就用这个平板锅炒对吧 对 最便宜的是什么呢 最最便宜的都便宜 都便宜 我炒一个鸡蛋两百钱 鸡蛋炒青椒两块钱 你别说在浮阳啊 在全国也很少见这个家 两块钱这个 那你 就是吗 没有了 是这个是护制饼是吧 这个护制饼是多少钱一个 两块五一个鸡蛋 两块鸡蛋呢 两个鸡蛋三个 我那我要一个鸡蛋呢 好 然后再给我来一份青椒炒鸡蛋 炒鸡蛋 炒一个 两块钱是吧 好的 我每次还要刷一下 你不刷就关了吗 干净味生 这个用的是 吸油脂 吸油脂的 讲究 这一锅膜是多少钱的 多少钱 一块钱 这一锅四个膜才一块钱 嗯 我以为一片是一块钱刚才 我的等一会忙好就可以炒了啊 好我们的锅巴 这个就是饼啊 一块钱的啊 四片 这个太便宜了 这个炒的是不是我的 对 好的 打个鸡蛋 这个菜看一看啊 放点盐和味精 对 对 对 你解开炒这个哈 两块钱一份的青椒炒鸡蛋 这个真的是很难找到家家啊 吃这个的多不多 配个菜对吧 这个做完以后再给我来一个护子饼 好 这种叫甜板鸡蛋炒辣椒 好的 出锅了 ok 两块钱 辣椒炒鸡蛋 一个人够吃 好再来一个护子饼 也打一个鸡蛋 这个护子饼是多少钱 两块五一 两块五一 两块五一也是非常便宜 新鲜的饼 现脱的 搅拌一下 这个分量还挺大的 这一个饼 再翻一下马上就熟了 对 好 我再出锅 两块五一份的 护子饼 这四块钱 这是两块 我们呢 这个我们的好了 可以切一下 好的 他说这边有位置 里面有位置 喜欢做的味道怎么样 味道非常很好 里面有位置 不要这个满糊糊的 是一流的 一流的 地锅鲜膜 这两块钱一份 酷子饼 两块 还有这个叫锅巴 也就是饼 一块钱的四片 然后鸡蛋炒辣椒 两块钱 这个叫马糊 这个是两块吧 也是两块的 很丰盛 先吃一口鸡蛋 味道不错 再来一个地锅鲜膜 这个地锅鲜膜 我很爱吃 之前 上次来的时候 吃过以后味道挺不错 里面放的有鸡蛋 还有一些 还有葱姜蒜 还有线炭 来我们看一下 夹着它这个酱豆 试一个 看着有点油 其实一点也不油 我们再尝尝这个护制饼 护制饼的煸 油煎的 焦焦脆脆的 再来尝一块锅巴 我们那边叫死面膜 这个死面膜必须要加酱豆 再喝一口马虎 再喝一口马虎 用辅养麻椒 追尽